因为这个黑背德木是吧 特别符合人们对这个大狼狗的这种印象 你想一下 养一条大狼狗在家里 总比养一条黑背流球的农家土狗要强的多对吧 而且经过这么多年的繁衍 德木的价格一点也不高 比如说今天拍到的这个狗市场的交易 买家对比你同志就想着买德木 而且呢指定了只要母狗 大家都知道德木的公狗一般价格比母狗是高的 但是这个人呢 他只想要母狗 品项相当不错 卖家要价呢确实比较高 最后商量拖到两只母狗 应该是1600块钱 说实话这个价格可能是挺高的 因为这个品项应该是不错 一般的这个小狗呢 一般情况下是600块钱左右 这个老板呢 嘴上说是哎呀 赔下了赔下了可不行 实际上脸上挂着笑容 这次交易肯定是赚不赔呀 最后这次交易呢 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你看见没有 这里失注版就去送付款了 德木卖家拉来的这么几只豆呢 结果只剩下了一只大狗和一只小公狗 我觉得对卖家来说估计已经超额完成了任务 大狗不知道卖不卖 然后这小公狗是很强手朵 我估计这个局势上也能处理掉 这次